大家好,今天还是录播,因为看完资料,穿上红衣服,天气 今天是星期二,21日,继续荣方普照,非常健康的日子,剪了饭,好不好看? 是真的,有点白色下边,如果我染就不会染到这样,不是很均衡,有头发,OK,自然为美 这里也不是那么白,光影的问题,光线灰了,头顶有点黄,正常就对了 不用像萧先生那样,整天换饭,这么麻烦,说得远了 今天心情不错,免得等多一个小时,早一个小时就录下 两宗新闻分别看到,原来是黏在一起的,大多数,阿超今次可以说是输了 如果他要想清楚,整件事有人会骗他,我写,我由书中也说有人会骗他 包括汤家华,汤家华真是骗到他好型,骗到他人在里面 还有梁美芬那些,不出声,这个八婆真醒,缩住了,是不是? 二业楼是转体,哈哈,转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有几种情况,大家深化一下他,第一就是人家已经释过法 释过法就是你自己搞定,阿超你自己搞定他 我还以为阿超有权,天无分离,以后之孙显示他的实力 交了权给你,那我就用了,那是合理的 但他又恃恃博,想说律师修改律师条例 所有,记得的,我一直罵这些,所有网友大律师 这些也是梁美芬,这些是害理的,还有谭耀宗,谭耀宗,这个谭耀宗 这个谭耀宗就骗你了,所有网友大律师都不来,一刀切就对了 汤家华说不去一刀切,汤家华说不去一刀切 汤家华开始说修例,现在他也对了,叫你修例而已 但怎么修法是问题,最重要是你修了法例是否给到 阿家超这个面子,等于疫苗通行症 没了夏文,那两万个医生发了两万张豁免书 你没有权力限制,于是乎立即修例有权,跟着追索 大家记不记得,修例从来都可以追索的,知不知 我们今晚不可以有追索性肯定,as a general principle 一定不可以追索,因为你如果追索,今天我不犯法明天犯了法 但例外情况可以,是吧? 至于人大释法,从来都会追索的 大家记得几多良由事件,一向做几个补充宣誓就可以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大家的理解都是这样的 长毛每次都玩东西了,十几年前已经读过字读了 很不尊重立法会的宣誓 当梁由不外乎是警察报出来,香港是不尊重 那你就没有效,就补充宣誓,不行 为什么呢? 基本法立法就已经是了 不过你不清楚,现在我说清楚 那法庭从来都有这个权,搞定了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安法也是 从来都是这样的,有权给别人 不过现在给你这个权利,加回给你 那就由特首去法削就可以了 你又知道特首法削,是吧? 所以我一直觉得理论上没有争议 突然间有争议 而有争议的时候那帮胡法 每个人都反过头 你这个行政会首席叶柳 终于有个机会滑到阿超 现在最没面子阿超是什么呢? 既不能阻止天保分离 修例也不理他,立法会不理他 所以他就没办法,是吧? 他修例修什么鬼的例呢? 本来修例是所有 新闻不太久,大家看回 我都不用看回,大家记得 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不会搞错 大家都不会搞错 一修例,立法会律师条例 所有海外律师都不来处理得国安法的案件 是吧?一刀切的 虽然有些人说不要,不要,不要 现在开始真正式提给这个 梅意欠簿正式提给立法会 commissioned buys commands你收发 收发只是授权我有说文 为什么他告诉他们除副阿着呢? 既然人家会了aranそれ的必须 说让北 boxes是跟 Rod Это兆计那你只需要通知 你通知 statesice per note 王 那是文房 including法园 但 facilitate face 这是国安法已经有了 人大识了国安法很严肃的事 现在海外律师是怎样呢 你要法庭和大律师公会决定就行了 你决定之前要给我一个认证 根据人大识法 他不会质疑的 是不是 他不会说你收下律师的法例加附屋在这里 我才要求你 我通知了你 总之是国安法你就要先问我 我给你封信 即是Cert的意思就是我给你封信 不是大国法Cert 即是我Certify可以这样做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你之后行政上通知法院一声 通知大律师公会一声 这些案件你就要小心了 诸如此类 通知了就算了 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权 人大识数法只是有这个权 这个权从来都存在 我不用再随便窩气修改本地法例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对不对 我不明白 阿超没有信心 那当然了 湯家驊那些通知他 你改改法例 你明白吗 阿超最喜欢做这些事 我已经说了 我要收法给我一个权 那现在是收法 又要通过收法 不是我没有权威 我叫立法会通过那条法例 他不肯通过 通过是一件最欣资资的东西 是不是 附件 加个附件 法庭不会质疑你加我 你多了这些权 你不用这些权我都做的 你问我 我就一定叫你给一张Cert 我 Cert不是大学那些毕业证书 而是你给一封信我 Certify一件事 我整个方法给你填 如果有问题 如果没有你提提我 那你提着法庭 再有外国律师来 说法的 你发封信给他 好 根据人体识法 你要问我准许他 我一向的刑民 不用再改什么法例 不关香港立法会事 不过现在是 除股阿屁 改改个附例清楚点 都好 都好 怎料在这个时刻 我们伟大的黎智英先生 真的 我没有封锁他 香港第一英国 这些都寸步一样 我们第一天已经说过 你说那件案 赢还是输 谁决定 法庭决定 法官决定 跟Temobin有什么关系 没有 距离赢到官司 没有这回事 距离是特别精彩 我看也不会 他都是一流律师 这样的款式 串串共 没有他 也可以找到其他一些 宪政专家 英国、美国 我想 有宪政专家式的 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律师 我想上百计 没有千计 上百计 香港人权也有几个 人权 叫什么回来就可以了 香港大学那个 那个 不记得了 走了 移民了 去了加拿大 不过可以叫他回来 即是做辩方律师 诸如此类 人权专家 律师 不困难的 找这些人 但不是 黎智英又说 我一定要Temobin 他现在入稳法院 就叫法团 你决定一件事 他已经在人体释法之前 不应该有追错性 一般是不应该有 除非法庭认可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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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方认为他有 这是没有冲突 现在问律政司 律政司不敢说 进入司法程序 等法庭决定了 他不决定了 林定国不决定了 他不出来抄 不是啊 我认为有追索性的 人大释法一向都有追索性 这件事是因为他 释法给了权 我理解人大应该 授权他这件案子都干预了 你都特意延估 你延估的 延估这件案子就人大释法 你真的承认他有权干预你的 这个法庭没有说不让人大干预 没有的 因为这也是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而这个根据 Supremacy of Parliament的原则 或者Solvency of Parliament的原则 大家去掀掀英国宪法 讲到英国宪法的书 真是有了道 我没有看书的 我没有看书的 在脑子里的事 即是议会自常 普通法就是议会自常 即是议会可以立法 以后男人叫做女人 这个是典型的 管教好书 明天男人就叫做女人 女人就叫做男人 这是议会立法的伟大之处 是吧 决定一切没有宪法法庭 没有 所以议会立法会很厉害 改法例就可以了 说他有追作权就有追作权 为什么没有 现在还没有立法 是不是 阿超以为可以靠立法会改副例 再给他一个权 不给天母分离 这个可能性 绝对存在 第一日学会同意 第二 要法庭同意 法庭现在 我们伟大的黎智英先生 率先入品先 没有这个权 法庭不应该这样做 那又是法庭决定 法庭说我认为他有这个权 我认为他没有这个权 我们有另外一个伟大的郭卓坚 老先生 早就已经声称 要入品 说他违反法律 违反哪个法 不应该35条 可以就请律师 违宪 如果这个法律 他都不是 完全是不给的 只是个别不给的 那就不知道 如果JR 麻烦另一队阻止他 老先生叫我一起 还在考虑 老先生没有钱给这个 仲废对方 我有 吃了那些居 但可能不排除 有人说 我们筹了100万给你 赔给律政司那边 那就可以去 你做这个 我们喜欢你做 考虑一下 我不考虑 这叫包含诉讼 是这样的吗 有这样的法律吗 有的 很奇怪的 很离谱的 我为了司法公义 当然 我为了公众利益 他说 你筹钱去打官司 是包含诉讼 我没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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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公众利益 为了司法公义 还要我自己把养老金 拿去 交给律政司 赔给政府 没有利益 过分 但是 普通的法律 你故意 有利益 你这件案里面 我有什么利益 请问 如果我去打 我做控方 我省些律师币 我这边不用请 但是 律政署说 我们很贵 周天恒 曼德华 我很贵 我计算 资深大厂的薪 收回一百万 是很便宜的 那我就不仅 你知道你不仅 没那么多司法班 这样阻止这个司法公义 但是 有人够钱给我 你洗黑钱 什么什么 还有就是包揽诉讼 你就犯法 付钱 你也犯法 有些法律 有些法律怎么办 大家请问怎么办 一定要我去用 要是郭先生 所以他是很特别的人 说完了 顺便我说法律常识的事情 顺便我说法律常识 这件事我继续介绍 不好意思 我将新闻速速地 承担大家一次 证明我不是乱构 我一向都 由于人大常委通过第四条十七条作息解释 四十七条作息解释 例子的入稳法院要求 人大司法不应该原重庭上诉庭 批准他用tmofan的决定 又要求法庭 就他是不是能否聘用tmofan 可爱国大律师抗辩 向李家超申请证书 叫法庭向他申请证书 申请证书 还未有法 还未有法 但都可以 按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向他申请 黎智英入稳证书 要求律常证明 释法不应该原进庭 在十月十九日上年 和上诉庭十月十九日中审庭 二年十一二十八日装作的决定 三级法院作了高级法院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这三级法院都做了决定 李家超申请挑战 你这个警察很大吗 你都没救 谁教你 我经常说 我不怪你狠狠 我觉得你很厉害 以中学生的水平做到这样的位置 做到这样的决定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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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上未可知的情况 提出问题 属打切性问题 暂不受理都可以 他受理都可以 因为他的立品 我觉得没有一个阻止 我认为没有阻止 这叫算报一样 免得你进了 你收了例子 我又再进去 好像跟你对着干 而且我先虚伤 我先进去 如果法庭乌乌了 你立法会又超级法庭 你不可以吗 可以 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继续进一步破坏司法式 最终黎智英可能都是用不到DMO分 最终黎智英都是坐10年以上 最终都是一样 但黎智英现在全部都不一样 继续跟他支持我 所以我说 那些走了的KOL 别说走了 还留在香港那些政客 黎智英 关照这么久 食客三千 不要有事又认罪又行 又走老又认罪 求轻判 继续这些数 你看看智英哥 为什么我封他做英雄呢 统 就是 一定仆人家产的 一回事 输仁输陣 这些是吧 坚持到底 这些都看得出 阿伯的厉害 智英哥 比我再老五年 死一世不死一半世 来日无多 和你死过 玩完最后一波 又有钱 又有国际支持 有条件 我没有 又没有钱 所以我到时没有他那么勇敢 大家都不要质疑 但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差不多了 很勇敢 说得出来说 对吧 好了 人大就叫你续案处理 不要一刀切 突然间原来就鼓励阿超去做这个 争权抗权又叫人大释法又叫改法例 是孙芬芬肃肃沙 叶楼都说了 行政会议都说 不要追索 刚才我开头十多分钟 就详细分析 从来都有追索 大家要搞清楚 这些法律还是法律 法理还是法理 法理是不对 但是呢 因为已经有先例 是吧 良油事件已经有先例 但是人大释识法院可以认同他有 日期一是有 不是人大叫的 纯粹是香港法院认了头 今次法院认不认头呢 认同莫岸佑 三次肯定了这部分的辩护权 而李嘉超是挑战一些人的 你明不明挑战的 不是只是 现在的法院都很难挑战 整个法律界 整个大律师界 那谁支持你 就是唐家华缩水 接着梁美芬也不见了 接着梁美芬也不见了 接着梁珠 譚未珠 譚未珠也不见了 譚未珠也不见了 现在只剩下 没有人支持你 啊 破激毒堂皇李嘉超先生 今次你这个面子放在哪里 这个面子放在哪里 阿超你怎么见人呢 原来你毫无权威性毫无尊严 无权威性毫无脑 这个是肯定的 每人都看到你毫无脑 问题是你毫无脑 本来有一大堆 柴子支持你 到你真的出事的时候 风向一变 所有人都看到 包括我 大家都看到 人大不是很支持阿超 人大不支持阿超 即是党中央不支持阿超 有限度支持他 这件事不支持他 或者开头支持他 跟着善举 哎哟 真可憐 阿超都叫你听 即是你自己有些问题 想事不要这么简单 有权也不要用尽 留一些空间给自己 你没有这个能力 我知道你没有 只能听我的事 你知道政治是很复杂 有时要小心 有时要留有一事 有些合理性 不要一边我有权 我警察 我都大了 现在你靠我 维持香港 行允致怨 止暴制乱 靠我和邓炳强 和邵珊等人 看又怎样 有时又骚你一赢 你能打得吗 明天不用上班 你就不用上班了 你真可憐 你又没有人民授权 你没有人民授权 共产党授权 共产党授权一样 更厉害 他非你的时候 你留一些位置 让自己走 对不对 大律师公会导蔭光 一直和政府沟通 每一刀切 希望 诺健想法一致 政府最新建议和公会想法一致 即是阿超你让步 如何让步都踩多你一脚 而其他人跟着 对对对对 以后你不要让外律师来 你很可欲 对不对 你多够事实 你阻挤不了天保份 还有些方法 想起来 这些入境处 现在的入境处出来的 那些人 政制事务又是律职物件不允許簽証 但那些五月來了 到時他不肯走就可以了 你怎麽都給他半年簽証 到時九月 你說簽証到期了 趕你走 要開審的時候 做得出的 好了 容海恩立法會法律事務副主席 容海恩是副主席 正主席是誰 上次不是 走了 不知是誰 都不是好人 容海恩一招又差 他老爺比他多了 是不是這樣說 容海恩這次修例涉拔國安問題 重主立法 要多給我們時間討論 說到哪裏 從來都不用給你時間討論的 不過你說 我希望多點時間討論 不要說支持你 阿超 不要說支持你 我們多點時間討論 九月前夠了嗎 現在開始研究半年 是吧 好吧 但他都不肯 現在先叫法庭污了 那你立法會是否又超過法庭 是否敢做這些事 那你問清楚 阿爺這看法 現在需要微笑外交 你明白嗎 現在風向轉了 你沒有聽過視頻 阿魯閘自己也轉了 不要經常以為阿魯閘是一個 Dogmatic的人 阿魯閘是擅長辯證法的人 隨時否定又再否定自己 啊 看情勢而已 明白嗎 不懂嗎 不懂聽我的視頻 好 整件事就簡單來說 大家都明白了 阿超沒有什麼了道 叫他做也行 叫他揹了一隻鑊具 他都憎著面膜沒有什麼 他自己不是很想的 你這隻警察 不止問題 大家回顧一下 開始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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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針對那些 奴民端 跟著 譚耀宗 這些傢伙 開始支持我 鼓勵我 向人大要求釋法 尤其是譚耀宗人大常委 我拆你 釋法就可以了 不要給他跳舞人來 還有梁振英 這些人全部在善阿超 這樣就好了 解僱這件事了 人大釋法了 一釋下來 有權無權之間 搞到阿超 阿超著婦 被迫著 跟著 湯家驊又說 本地法律不可以 已經有了 梁愛斯踢爆了 本地法律不可以的 一樣被人掌握 跟著郭伯 那麽好心出來提醒我 我一定說你 遺憲JR你 那阿超還抵擋甚麼 JR 不可以拆他白 搞他的江江江 好吧 一輪之後 接著你會發現 整個立法會都不理你 整班戰士不理你 就插你 跟著你 支持你 支持你 你警察來 不給面子 回家去退休 你就要退休 你猜警察 那些警察很大 你猜警察很大 收回你的权利就什麽权都好 於是拖了兩個月,終於放一條法例上去 人家一收到封,立即入稟 截住你,你怎麽都要幾個禮拜 如果你說不是,到時是要大家鬥下去,又再延遲 九月不要審,明明九月才審 智英很慘,你頂不順,所以我放回你 黎智英說,坐一輩子都是這樣說 和你玩到底,再拖我 如果繼續拖,誰慘 黎智英繼續拖下去,誰慘 這是國際標籤,拖到拿刀落背掌,他更開心 肯這樣做就行了 這件事有兩堆人要反省 第一是親建制的 家超的集團要反省 另外一些,跟黎智英賺食上了位 現在又求情,又認罪,又做控方證人 又雞飛狗走,走去英國,美國,法國,加拿大 做海外KOL,這些人真的要反省 這個時代需要站硬的時候就要站硬 這不是主流的阿伯,像我一樣 需要到我的位置要站硬,我就要站硬 人生總要有底線 最少沒有智英哥那麼硬,都不要那麼軟弱 是不是這樣說 好,今天就講完 不,我還有其他影片今天 開心的做這個影片 多謝大家